河北人为什么慷慨大方 刚跑东东上大横中 专业输出学霸几十年 英才变天下 河北仅有的一所211大学 不在河北而在天津 你想想那个画面 一个河北人跑到天津 去上自家河北的重点大学 河北人多么的慷慨 河北的慷慨是有基因传承的 燕赵自古多 慷慨悲歌之事 此情的荆轲是河北人 七进七出长满坡的赵子龙是河北人 荡阳桥州一生吼的张飞是河北人 江向河的连坡令向如是河北人 雪夜上凉山的好汉林冲是河北人 就连被所有人误以为是山东人的 大火英雄武松也是河北人 不是 武松是我们山东洋户人 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宣传的 武松是河北清河县人士 你就还给河北吧 哎呀 河北人狭义 所以把什么都看得很淡 所以河北人慷慨 河北人还低调 要是比各个省的区位优势 河北肯定能排进前三 河北是全国地形地貌最齐全的省 没有之一 要沙漠有沙漠 要高原有高原 要盆地有盆地 平原和山地 那是在西松平常的打开方式了 对了 好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的是 河北还有大海 曹操就曾在河北东林杰时 已关沧海 河北的地图向人紧握拳头时的左手 一手握着北京和天津 明明是省会 可偏偏叫做庄的国际庄 全国度一份 大秦副理秦始皇的出生地 2000多年曾被改过名字的邯郸 为古汉语贡献了1000多个成员 河北的宝定跟河店定义了 全国人民对旅火的吃法 至于谁的吃法最正宗 至今没有答案 河北的低调也正是因为河北的实力 大秦副理 赵国永远都是秦国最忌惮的一个 张如一一掃六合 不管啥时候 赵国永远都是 最敢跟秦军死磕的一个 长平之战 赵国败成那个样 秦军来犯 赵国一样戒端 背后是燕罩大帝的狭义精神 河北人说的很少 做的很多 河北曾经是千年沙场 河北现在是荆棘之地 正是当年狼烟滚滚的燕罩大帝 才催生出了 世卫知己者死的雄风浩荡 河北人的低调 还体现在了河北籍的明星身上 影榜正立影 影后中东雨 傻根王宝强 都是河北的名片 文人低调 演技出众 送货对联吧 上联 一太行 两经索要 吴双帝 下联 关沧海 万里长城 第一关 横批 喝一个吧 喝一个